大家好,我是馨月,今天的用草鱼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不用一滴水出国鲜香味美,下面开始吧 花了20块钱买了三斤的大草鱼 内脏的部分已经让卖鱼的老板处理干净了 我们先把鱼器剪掉不要 听说抽鱼形线还是新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抽鱼形线了 直接把鱼肉片下来 先把鱼头切下来放在一边 鱼肉用刀剪成一公分的小段 这个鱼骨头我们就不要了 这个鱼头呢,给它对边剪开 先放在一边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盆中 加入两勺面粉 下手抓拌均匀 时间的抓拌一下 感觉有点粘稠了就可以了 转移到漏盆中 用流动的清水抓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再挤干水分就可以了 我们准备一个大洋葱 去掉头部,去掉尾部 然后对边切开 切成小段 再切成小方块 直接放入锅中 用手铺平均匀地铺在锅底 虽然我们没有去除鱼形线 但是还要切一点姜片去腥 一起撒入锅中 我们把鱼片均匀地摆入锅中 全部摆入锅中铺平 再把鱼头放在中间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盆中加入三勺的料酒 五大勺生抽 一勺的老抽 两勺米醋 放入六大勺的白面糖 两大勺的番茄沙丝 顺时针把料汁搅拌均匀 把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 盖上盖子,开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转中小火炖十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撒上一把的小葱花点缀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先来口一个鱼眼睛吃 听说吃了鱼眼睛会又明又亮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喜欢吃鱼眼吗 这样做出来的鱼肉呢 又香又好吃 鱼肉也是非常的软烂鲜嫩 做法也很简单 锅中不用一滴水 喜欢吃鱼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新鱼的懒鲜做法哦 我们下期再见